無論是特首或是其他議員 給北京手前門爭取一人一票 是有機會爭取到的 看看反對派肯不肯為香港人爭取一些 對香港人實際有用的改革 香港的反對派在新的形勢下 還有什麽可做呢? 我自己覺得首先他們要檢討自己的定位 如果他們的定位不變 譬如還以推翻一黨專政 推翻一黨專政實際上 當然是推翻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如果以這個為定位的話 共產黨一定不會放過你了 其實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如果你是對當地的基本的憲制 就是採取相反的方向 都不讓你存在 你在美國要推翻以基督教文明為基礎的 個人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等於與美國整體為敵 他都不讓你存在 譬如在二戰之後 社會主義陣營還有些細異的時候 美國也出現一個非美活動委員會 凡是非符合美國利益 不符合美國政治路線的人 都會受到調查、抵制、排斥 當政制鞏固下來的時候 他覺得你要脅不大 可能放少許空間給你 但當他感覺危機的時候 他是不會放給你 即是九七初期 中共以為自己在香港的控制 已經很穩陣了 所以他放的空間多些 經過戰衆、經過反修例 他發覺情況會失控 他一定是掌握得很緊的 所以反對派要繼續在香港活動的話 他一定要放棄 第一個就是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他就不可以去挑戰 現在在國安法下 去挑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地位 隨時已經有機會犯法 另外就是中國的領土統一 如果要香港分裂 或者支持台灣獨立 西藏獨立 新疆獨立 這亦會看成是違反中國的最基本利益 一樣不讓你存在 美國南北戰爭 其中打起來的原因 就是南方的州想獨立 如果你要獨立 美國雖然聯邦制 你要退出聯邦 都不太輕易給你 死亡 很多人都不會放過你 所以這兩個紅線 我相信是不容易 反對派 如果在定位上不改變的話 要認為香港獨立 談一談也可能有問題 另外就是共產黨的領導 這兩個我相信 如果反對派不調整 就不能在香港活動 另外就是運動的手法問題 一個當然不可以用暴力手段 例如反修例 你用暴力手段 不讓立法會議員開會 這些手段 一定會受到制約 另外就是違法達義 你如果不適犯法去爭取 你想爭取的事情 無論爭取的事情 對你說成怎樣有意義也好 都會在香港受到建制制約 這是我認為他們要注意的地方 留下來 還有沒有在其他方面做爭取 我認為比以前更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是基本法第一個版本 即是一國兩制第一個版本 北京已經把最大的讓步給了你 北京能夠讓多少 那時候已經讓多少 變成已經盡量的情況下 你再想爭取更多 是沒有的 80年代 中國力量還是相對小 對香港依賴重的時候 已經給予香港的條款 已經是最佳的條款 所以想再爭取也沒有了 所以之前他們的努力 大部分都爭取不到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其實是收了一點 收了那些 以後可不可以爭取多一點 我認為是有得爭取的 只要你不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 不分立國家領土 你說我認為直選議席 應該和功能組別的議席平衡 這個我相信你提出來 不會違反國安法 那你就爭取多幾席 但是你說功能組別 完全沒有功能 只能夠一人一票 我相信這個即使在西方 都不是的 美國都除了眾議院一人一票之外 參議院早期都是間選的 現在都不是一人一票 是一周兩票的 可以有不同的平衡 我自己覺得 例如功能組別 如何改組 是更好地反映功能 就不是如何改組變成 和一人一票一樣 我自己認為兩種考慮都要 一種是以人為單位 以你的居住地址 按地址功能去投的一人一票的 體內相對平均投票方式 即是公平 有人覺得一人一票便公平 但是社會亦都要反映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工種 不同的社會功能的人的意見 都要讓他們參與代議政制 所以我認為功能組別的改善 都是可以接下來有得做的 另外就是以前最終的版本 本來是一人一票選特首 當時就是中國原先的考慮 就是被中央守住的前閘 即是候選人符合中央的要求 例如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了 如果可以參政的人具體哪個當選 由香港人一人一票去做 不要再在公民提名挑戰中央 選擇哪些人符合參選資格 如果這樣的話 我相信按照831人大的決定 爭取一人一票是有機會爭取到的 而爭取到一人一票選特首 都是對香港民主進度一個重要的理程 這些都是反對白械 不會違反國安法 不會違反中央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構思 這是我看到將來可以做的事 而剛才所說的事 爭取到的機會 是多於之前五項訴求 缺一不可的那些 看看反對派 願不願為香港人爭取一些 對香港人實際有用的改革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